大家好,Trici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六下午,奧積有好戲上映 墨爾本城會作客挑戰中岸水手 墨爾本城近況穩定 而且雙方過往多次交手當中佔據絕對優勢 目前更取得對陣中岸水手五連勝 今次出戰,墨爾本城應該有力敲響勝鼓 另外,M直播到期時將有這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23輪聯賽過後,中岸水手表現仍相當不錯 取得11勝,四禍八負 有37分排在支分榜前列位置 不過他們與金將對手墨爾本城有著雙位數分差 要追趕對手成為常規賽冠軍的難度較大 值得留意,雖然中岸水手近四輪贏三場 而且今季主場戰鬥力不錯 但翻看資料可以看到 球隊最近十次面對墨爾本城輸了八場 而且目前更是遭遇對陣對手的五連敗當中 可以說中岸水手沒有能力抵抗墨爾本城 有見及此 支持今集有主場之力,中岸水手依然不移高估 至於另一面,墨爾本城上季表現非常出色 常規賽取得冠軍 可惜季後賽決賽當中不敵西暴戀 最終無緣蓬佩 墨爾本城今季決心捲土從來 23輪之後,他們有48分是奧士群雄 期間坤長入2.35球 只是失1.22球 這是屬於聯賽當中的高水準表現 加上墨爾本城近方大好 上輪憑著尖美麥卡倫和迪利奧雙雙梅開二度的幫助下 球隊4比1大勝威靈頓鳳王 近五輪取得三勝兩和不敗戰績 另外,墨爾本城還是今季客場搶分能力最出色的球隊 今次面對手下敗將中岸水手 墨爾本城應該有力帶走3分 陣容方面,中翔雲達雲尼和蘇利文尼 都是因相無緣披甲的